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感情中非常深刻的话题 当女人深爱一个人时,她会是什么样子? 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她的状态 那就是 奋勇,像飞蛾扑火一样 不顾一切地朝着心爱的人冲去 为什么是奋勇呢? 因为爱情中的女人会因为爱变得无所畏惧 甚至勇敢到不计后果 也许你也见过,或者经历过这样的感情 今天,我们就来细细探讨 当一个女人真正深爱一个人时 她是如何表现出那种奋不顾身的勇气与力量的 第一,明知差距大,依然奋勇追逐 我们先来聊聊第一种奋勇 那就是 明知道自己与对方差距巨大 女人依然会勇敢追逐心爱的人 大家应该对珊珊来了 这部剧不陌生吧 剧中的风腾和珊珊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风腾是一个成功的霸道总裁 拥有着庞大的事业和财富 而珊珊呢 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职员 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 就像古人说的,是农工商,各行其道 这两个人的生活轨迹原本是永不交汇的 但是爱情,总是能跨越那些表面的鸿沟 珊珊爱上了风腾 尽管她知道两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还是决定努力去追上她的步伐 当她们恋爱的消息传开后 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甚至嘲笑珊珊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这样的压力 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 都会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然而 珊珊并没有因为这些嘲讽而退缩 她反而选择了提升自己 去学习新技能 去改变自己 她学跳舞 练瑜伽 甚至还学会了 如何独当一面做生意 她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 只为能够站在风腾的身边 成为与她旗鼓相当的女人 这种奋勇追逐的精神 正是因为她对爱的坚定 古人云 爱之深 则之妾 真正深爱一个人时 女人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她不愿成为对方的负担 而是希望成为对方的力量 这让我想到 少有人走的路中的一句话 爱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于爱着与被爱着 都不是对方的附属品 付出真爱的人 应该永远把爱的对象 视为独立的个体 永远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 现实中 很多女人在面对与爱人之间的差距时 会退缩 会害怕 但真正爱得深沉的女人 她会选择奋勇追逐 因为她知道 如果自己不努力提升 就无法与对方在同一个层次上相处 也无法维护好这段感情 女人在爱一个人时 会愿意用全部的力量 去缩短彼此之间的差距 让自己变得更好 变得更有价值 只为能够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第二 为爱跨越陌生城市 奋勇追随 接下来 我们聊聊第二种奋勇表现 那就是 为了心爱的人 勇敢地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甚至是从未涉足的领域 你是否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女人为了追随心爱的人 不远千里 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只为了和她生活在一起 这里 我想到乔家的儿女中的四美 她和契承刚的感情故事 四美深爱着契承刚 可是契承刚当兵 被派往边疆执行任务 李家千里 四美一个人待在家乡 虽然经常给契承刚写信 打电话 但这些都无法消解她心中的思念之情 于是 她鼓起勇气 收拾好行李 不顾一切地去部队找她 一路上 她历经坎坷 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和不确定的未来 然而她没有害怕 也没有后悔 最终和契承刚完婚 这让我想到 三毛曾说的一句话 心 若没有栖息的地方 到哪里都是流浪 对于四美来说 契承刚就是她的归宿 是她心灵的栖息之地 只要和爱人在一起 无论身在何处 她都能感到安心 而为了爱 她愿意放弃家乡的安逸生活 远赴异地 面对一切未知的挑战 这份为了爱 奋勇前行的精神 确实令人感动 很多女人 在面对陌生环境时 可能会退缩 尤其是放弃 自己熟悉的生活 前往一个 她从未踏足的城市 可当她心中充满了 对爱人的思念和渴望 她会毫不犹豫地 踏出那一步 因为她相信 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一切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现实生活中 这种为了爱 勇敢搬迁的故事 并不罕见 女人一旦认定了某个人 她就愿意为她 放弃自己的一切 包括事业 家庭 朋友 只为了和爱人 共同生活 她不在乎周围的环境 如何变化 只在乎是否能和 对方携手 走过未来的路 第三 为嫁给心爱的人 奋勇打拼 现在 我们来谈谈 第三种奋勇 那就是 女人为了和心爱的人 走到最后 愿意与她一起打拼 共同面对生活中的 种种考验 在爱情中 特别是在现实生活里 两个人的感情 总会遇到许多挑战 家世背景 生活习惯 消费水平 甚至是彼此的性格差异 都会成为阻碍 感情发展的因素 但当一个女人 真正爱上一个男人时 她不会因为这些困难而放弃 相反 她会选择和她一起 去面对这些难题 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 门不当 互不对的感情故事 女人的家庭 可能会反对 她与这个男人在一起 担心她跟着对方 会吃苦受累 可是 当一个女人 真正爱上了这个男人 她不再在乎 家世背景的差异 不在乎她是否贫穷 甚至愿意陪她一起 走过风雨 共度难关 我想到了了不起的 我里的一句话 人总是生活在关系中 关系塑造着自我 影响着自我的所思 所想 所感 所行 女人为了嫁给自己 深爱的人 愿意和她一起打拼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甚至为此背负巨大的压力 她不怕吃苦 因为她相信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所有的困难 都能迎刃而解 这种奋勇的精神 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了婚姻 女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事业 放弃个人的自由 只为和爱的人 共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愿意和对方一起攒钱 努力创造条件 让自己和爱人 能够步入婚姻殿堂 获得父母的祝福 这种勇气 来自于她对爱的执着与坚定 现实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女人为了嫁给心爱的人 哪怕面对家庭的反对 面对社会的压力 依然勇敢坚持自己的选择 她愿意放弃一切 和男人一起打拼 不论贫穷还是富贵 都会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 这种奋勇 不仅仅是为了爱情 更是一种对未来的 无悔选择 我们今天讨论了 女人在爱情中 表现出来的奋勇姿态 无论是追逐 比自己层次更高的爱人 勇敢跨越陌生的城市 还是与爱人 共同打拼未来 女人在爱的力量下 往往能爆发出巨大的勇气 这让我想起 毕书明在《雪原与星空之间》里 写的一句话 要么共赴深渊 要么童晚狂澜 爱情是女人心中的信仰 也是它前行的动力 女人的奋勇 不仅是对爱人的无畏追求 更是对幸福的执着追求 无论遇到多大的阻碍 真正深爱的女人 都不会轻易放弃 他们相信 只要坚持 终会与心爱的人 携手共度美好人生 最后 朋友们 我想请你们思考一下 在你们的生命中 是否也曾见过或经历过 这种奋不顾身的爱情呢 也许 你自己就是那位 曾经为了爱 奋不顾身的勇敢女人 或许你见过你的朋友 家人 在这样的爱情里 勇敢前行 不论是曾经拥有 还是正在经历 这份爱与勇气 值得我们去深思与尊重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个 更加深层次的话题 爱中的奋勇 并不仅仅是为了对方 而是同时也在成就自我 女人在为爱奋勇的过程中 也是在不断磨练自己 超越自己 她们不再只是单纯地依赖对方 而是学会在爱中找到自己 成就更好的自我 这种奋勇中带来的自我成长 是每个女人在感情中 最珍贵的收获 张爱玲曾说过 因为爱过 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 所以宽容 女人在奋勇追求爱的过程中 逐渐学会了 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她们明白 爱一个人不是失去自我 而是通过这段关系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有些女人在爱情里奋勇追求 但她们也知道 爱情的美丽 在于彼此的尊重与成长 而不是无尽的付出与牺牲 她们懂得 只有当自己强大了 才能给予对方 更多的支持和爱 这种对自我的成长与关怀 是奋勇背后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女人 为了爱情迷失了自己 失去了原本的光彩 然而 那些真正懂得爱的女人 会在奋勇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不断提升自我 成就更加独立 更加坚强的自己 她们的奋勇 源于爱 却超越了爱 最终回到了自我成长的道路上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 可能让人心碎的真相 有时候 奋勇爱一个人 并不意味着 最终会有完美的结局 爱情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 有些人注定 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 然而 女人的奋勇 并不因结果而黯淡 当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 一个深爱的女人 可能会选择奋勇告别 这种勇气 也许比爱下去更难 因为她需要放下自己的执念 告别那个曾经奋勇追逐的人 这种勇敢 不是轻易地放手 而是在经历了爱 付出 努力之后 依然选择成全自己 选择不再将自己困在无望的感情中 《红楼梦》中的待遇 就是这样一位奋勇爱着 却勇敢告别的女子 她深知自己与宝玉之间的爱 终究不会有圆满的结果 但她没有怨天尤人 也没有放弃自己 她选择了用最纯粹的方式去爱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 她依然保持着对宝玉的爱 但却从未让自己沦为感情的奴隶 黛玉的爱是勇敢的 是坚真的 但她同时也保持了对自我尊严的坚守 这种爱让她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即便在感情中受伤 她依然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依然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现实中的女人们 也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 她们在奋勇爱过之后 也许会发现对方并不值得 或者两个人的未来 无法再继续走下去 这个时候 奋勇告别 同样是对自己的一种成全 离开并不意味着失败 而是另一种勇敢 是对自己幸福的负责 今天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女人在爱情中的奋勇姿态 无论是奋勇追逐 奋勇前行 还是奋勇告别 每一种勇气 都展现了女人对爱的深刻理解与执着追求 她们在爱中表现出的力量 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人 更是为了内心深处 对幸福的向往 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 是不可以不红意 任重而道远 爱情的道路或许坎坷 但一个女人的奋勇追求 正是她内心强大的表现 她们坚信 哪怕这条路再难走 只要自己足够坚定 就一定能够迎来幸福的光芒 无论结果如何 女人们在爱情中的奋勇姿态 都是值得钦佩和尊重的 因为这份勇气 不仅让她们在爱情中闪耀 也让她们的人生更加充实 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女人奋勇爱一个人的样子 无论是奋勇追逐 奋勇跨越 还是奋勇打拼和告别 都是女人在爱中 展现出的无比珍贵的勇气 她们用自己的一生 去诠释了爱与勇气的真谛 那么 你们呢 在生活中 是否也曾感受到 这种奋勇的力量 又或者 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你遇到那个人时 是否也会奋不顾身地去爱 让我们珍惜 每一个奋勇爱人的机会 因为那不仅是为了对方 也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 更精彩 更有意义